合併第一季到第四季的报表 这个地方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一样这个地方 我们会产生我们的练习题 那特别是在练习题 那开启特别是一样要用2010的 你不要用2007的 不然做出来一定会有问题 2010的 然后再把它放到里面去开启 那接下来的话 题目里面有要求哪一些 我们要把它完成 再把它拖拉进去放开就可以了 接下来第一个 题目要我们做哪些动作呢 它说要我们把第一季到第四季的工作标 取至千位数值就好了 那也就是说 那这个地方要我们做 本来是这样的数字 它要把后面三个数字怎么样呢 把它五条件去掉 那这个部分我印象中 在run的函数里面有讲过 有一个run的一个类似函数叫run down 它可以无条件怎么样的把后面这几个 这个数字给无条件去除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取至千分位数字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将计算每月用上环数计算每月的成本总和 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点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开启这个档案之后的话 那它原来的数字在这里 那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些数字取代掉 特别注意啊 因为你不能直接在上面做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在i2的地方 就隔一栏好了 这个地方 那我在插入函数里面找到 全部里面好了 你就打一个ro好了 ro往下找 run down就可以找到了 按确定之后 run down 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给一个b2好了 然后呢 这个地方要填多少 负多少 负 哎呦同学讲出了 负3 有没有 因为呢 负3刚好 0的话刚好是整数嘛 负1就是个位数 负2就是十百 有没有 就是把这个 各十百 就是三位数 把它负3之后 后面就不见 按确定 确定之后 你就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 刚好到b的 然后呢 再向右填满两栏 那这样的话呢 就有这个数 这个值就是 这个之后的值 所以我们把它什么 按右键复制一下 再到b2的 储存格上面呢 我们利用那个 选择性贴上 在这个地方 有个 贴上这边 有个选择性贴上 那选择性贴上呢 这边有个选择性贴上 你就贴上什么呢 贴上它的值就可以了 不要贴上公式 把这个值呢 贴过来之后 按确定 它就会把这个值贴过来 那这些资料呢 就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delete掉 删除掉就好了 因为我们只是暂时 把它借放在 这个i2的那个 储存格的往下的范围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我们要的值了 那再来的话呢 底下把它加总 那加总 特别是 我们可以用这边 上方的Sigma 加总 然后打勾 特别是要逐一的做 你不能往下填满 这边要逐一做 所以这边要做 三次的这个 这个加总 三次的加总 那这样的话 就完成了第一题了 第一题部分就完成 我都要做一个动作 因为它有四季 有没有 所以呢 你们等一下注意一下 第一季 按Ship键 再把三个一起选 再做 再来做 否则的话呢 你刚刚做的 你要变成要做四次 所以第一个步骤 请你一到四季 全部选取再来做 不然的话呢 你将来做的动作 要重新再做过一遍 为什么 因为一二三四季 你会发现 其实长得都一样 里面的资料都一样 位置也都一样 所以只要做一次就好了 特别注意 画面先还给各位 接下来第二题的部分的话 就是要计算每个成本 平均 合计 标准差 然后分别 它函数的名称 都有在这里 那标准差 就是stdev.s 这个函数 要用run的来做 那什么叫标准差 我想这个地方 这不是我们讨论标准差的地方 我们只是把这个函数拿来使用就可以了 把它计算出来 加45入到整数位 所以如果到整数的话 run的应该 后面参数是 这个输入多少 run的 刮胡 然后这个标准差 后面如果整数的话 应该是0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怎么做 首先的话 第一个呢 我们就是在 平均这个地方 然后呢 直接这边插入一个平均值 Average 或者是你在插入函数里面找到Average 也可以 然后往下填满 到这边就好了 合计的话呢 但是也是加总 加总范围的话 是这个范围 然后打勾 往下填满 标准差的话呢 直接按插入函数 那因为呢 会需要用到那个run的函数 然后所以呢 我们先用run的函数 run的函数里面呢 再插入第2个函数 第2个函数呢 就是在其他函数里面 特别是第2次使用请你用前面这个小 这个小箭头 然后找到那个 st std 那后面点s的这一个 标准差的这一个函数 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再把前面的三个月把它选取 之后的话呢 按确定就好了 确定之后的话呢 后面run的函数呢 再切回来 再点一下插入函数 因为最后run的函数后面呢 还要再加一个多少 0嘛 要取到整数 所以这边按确定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std 这个标准差的函数呢 其实选取的范围也是一样 只是差别呢 在外面加一个run的 或者你可以 做一次之后外面再 打上run的刮弧 逗点 0 后刮弧也可以 那标准差的部分呢 就算出来了 再来平均底下这边有个平均 不过这个平均的话 它平均值的范围不是上面 而是这一个范围的平均 所以请你把这个范围选取 打勾 然后这个合计的话呢 也是一样 合计加总 不过也不是上面的加总 这个范围的加总 再打勾一下 然后标准差也是一样 那等于是上面这个公式再做一次 所以你可以把公式 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比较偷懒的方法 然后再把它贴上 把这个公式贴回 那只是说范围 只有这三个 请你把这个范围 选起来之后 把它改成这个 改成这个范围 也就是你把这个范围选取之后 再改这边的话 按打勾 那就会算出 这个范围的 标准差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算出 四季的 所有的 相关资料 那各位可以切 先切到年度报表 再切回来 第1季第2季第3季第4季 好 那里面的资料呢 通通都会算出来 算出来之后呢 最后我们要做一个年度报表 这个报表也是老板要看的 最后呢 你做完最后 四季的 资料 那请你帮我产生一个报表 那这个报表要怎么产生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报表的部分 题目是有要我们做什么呢 在这边 做一个所谓的合并汇算 应用 其实在Excel里面 有一个叫合并汇算的功能 他可以很快的帮我们把 上面所有的资料 汇整成 一个报表 印出来 就会清清楚楚的 一个报表 就在底下这部分 这个就是所谓的合并汇算做出来的 然后呢 他做出来合并汇算之后的话呢 必须要删除B栏 所以 一做完之后呢 B栏就删掉 再把栏宽 设为 11.25 所以这一题我等一下再来看 好了 这的话就在这里 包含这个 E11 E F11 G11 然后会有哪一个 哪一个标准差 函数这边都有 另外什么叫标准差 如果你想要知道 系部的话 各位可以这样子 在这个标准差公式上 这个上方 这个按一下 插入函数 进到里面 这边有个函数说明 这个标准差的函数 到底做什么用途 各位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他的公式 就在这里 所以如果 你想要去了解 这个公式怎么去计算 我想 这个牵涉到数学 跟牵涉到统计的部分 不是我们 这个课程范围之内 所以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 STD开头的 其实都是算标准差的 那个 那个函数 然后里面稍微讲一下 会根据什么 本来估计的标准差 然后 做一个什么偏离 平均值的程度 等等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稍微 参考一下 那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做完 就会有个结果 那请各位 把这个结果稍微比对一下 跟你的这个什么呢 跟你的这个上面的数字 看一下 一不一样 如果一样 表示正确 OK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呢 我们要怎么样把 第一季 前三个月 对不对 第2季 4到6 第3季 第4季 这几个月的这个 这个资料呢 全部把它汇整在一起 那汇整在一起呢 之前我们 如果你不知道有什么 更好的方法的话 你可能就变成什么 你要图法链 Ctrl C Ctrl V 然后慢慢把它合并 但是如果说呢 我们知道 题目里面有教 教我们做一个方式 所谓的什么 合并汇算 这个功能 它汇算什么呢 第1季到第4季的 这个内容 然后把第1月 1月到12月的 所有成本项目 分别把它列出来 有没有 那标题在前面 后面是1到12月的所有资料 那每一季的话 都分开来 但是我希望 最后呢 把它合并在一起 怎么做 首先的话 你们可以到资料里面 上面面板里面 找到合并汇算 那合并汇算里面 会把我们把 所有前面的资料 做加总 那怎么加总 点一下 参照位置 这边有个 红色的小箭头 按一下 请你去选取什么呢 这个第1季的 A1 A1 一直到哪里呢 到 第11的范围 就是这个 1到3月 后面这些不要 因为我们不需要 这些数字 然后呢 把这部分 再点一下 折回来 请你按新增 第1季就进来 对不对 第2季的话 请你再点第2季 它会自动跳出 参照位置 一样的位置 第2季按新增 一样的方式 第3季 一样的位置 按新增 第4季 一样的位置 按新增 所以1到4季都有了 那标签来自于哪里呢 我要上面的这个标签 所以顶端列要 我要最左边 最左蓝 最左蓝就是 每一季的最左边那些蓝位 然后建立什么呢 连结 那什么叫连结 所有连结就是 我的资料不是copy过来 我是连结过来 所以前面的资料如果更动的话 那后面的资料也会跟着更动 但是如果你这个地方没打勾的话 那他就会把资料copy过来 前面的资料跟后面的资料就没有关联性 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把它打勾 题目里面有讲这三个都要打勾 我按一个确定之后的话 资料就通通过来了 但是呢 接下来题目要做什么呢 删除B蓝 所有蓝宽变11.25 那因为蓝宽不足啦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有紧字号 先把B蓝怎么样 按右键删除 选B蓝 再把A蓝到M蓝 按右键 蓝宽 输入 11.25 按确定 这样的话 你会把蓝宽够的话 那些紧字号就会不见了 那最后的报表就可以看到 一样是前面的这个蓝位 这个每一个蓝位的成本名称 对不对 然后呢1到12月全部都会成在一起 底下会帮我总计起来 总计上面的项目 每一月的总计 那这样一下都做完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年度报表的做法 OK 我想各位试着把这一题要把它完成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